八中月考在国庆之后,国庆法定七天假回来,到校第一天直接考试,所以这周的课是连着上七天的,串修。 刘福将这个消息一宣布出来,所有人都一阵欢呼。 欢呼完,才开始发愁。 李林捏着她校服领子,在后面大喘气,我觉得我快不行了,上个五天课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五天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高强度授课实现。 林语精倒是没什么感觉,比起双休日回去,她还更想待在学校里,甚至已经开始琢磨着国庆能不能也不回去了,就说自己要准备月考。 下午自习课的时候,林语精被玩英语单词,收到了宋志明的热情邀请。 这人给她发了个哈士奇蹦迪的表情,后面附赠了一个黑人绯闻, 问,小姐姐,开黑吗? 林语精觉得,这个人真挺勇敢的,她早上玩得菜成那样,她竟然还有勇气叫她开黑。 她看了一眼,剩下还没写完的作业卷子,没剩几张了,她放下笔,发了个好啊过去。 没两分钟,李林在后面轻轻戳了戳她肩膀。 哎,林语精,你跟我们一起啊,到时候你跟着我走。 宋志明侧过头来,林语精笑了,几个人啊? 算你三个,一个对一般四个,没事儿,到时候随便找个野人凑一下, 你跟着我,我来教你。 宋志明离太远,说话不方便。 李林说,林语精点了点头,侧身抬眼,对上审卷的视线。 她同桌眼都不眨地看着她,眼神很平静,但是平静中好像又透露出了一股不屑, 好像在说希望你心里有点逼数。 林语精心里还挺委屈的。 这人怎么可能十全十美呢? 她已经这么优秀了,她游戏打得差点又怎么了? 她叹了口气,你们找野人的话,我就不玩了吧,我玩得太菜了, 同学还好点,到时候坑了野人被骂不太好。 李林摆摆手,没事儿啊,有人骂你,我们帮你骂回来, 咱们三个人呢,怕什么,坑的就是她。 林语精还想说什么,审卷忽然问,什么游戏? 李林静止了,脖子像是上了线的木偶似的,一针一针转过头来, 说了个游戏名,就,打枪的。 林语精觉得有点好笑,她甚至都能感觉到李林的紧张。 开学这么久了,前后捉作这么久,这好像是审卷第一次跟他们说话。 审卷点点头,又继续道,你们少个人。 李林机械状,啊,对,我来。 沈卷说,林语精扬了扬眉,李林下巴多快脱臼了。 后来,李林每次回忆起来,都忍不住感慨,这简直是她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战。 笑霸沈卷,这位拥有无数传奇故事,并且有差点把她前同桌给打死实锤的八中大佬, 一个背影都让她不敢说话每天活在阴影中的大佬,在自习课上发出申请和她组队打游戏请求。 林语精没玩过这个游戏,沈卷也没玩过,俩人转过身来, 连着李林的无限流量热点下完了以后,围坐在一起开了个队,林语精看了一眼沈卷的ID,JYGJBD。 再往下看一眼,这人刚下的游戏已经给自己配好签名了,一个低调的神射手,林语精。 只有在这种时候,林语精才能感受到沈卷奈骨藏得很深的中二少年二逼之魂。 李林一个人给他们两个人讲,林语精毕竟早自习的时候已经玩过了, 知道怎么开枪怎么走,她就是枪法比较菜,眼神也有点不太好使, 她都快死了,也没看见对面打她的人在哪儿,沈卷是刚上手, 所以李林看起来像是在对她进行一对衣辅导。 这是什么? 沈卷问,换换换换换换枪的,李林结结巴巴地说,旁边那个上子弹。 沈卷掀了掀眼皮子,看了她一眼,你哆嗦什么? 李林心里咆哮着,老子他妈害怕你呀,万一你他妈游戏打得太菜了, 被人念心情不爽了,揍我一顿出气呢? 没,李林小声说,我有点冷。 林语精在旁边扑斥一声笑出来,凑过去小声说, 同桌,你表情一直这么酷,有点吓人。 沈卷看了她一眼,也凑过去低声说,我吓着她了。 林语精点了点头。 沈卷扬眉,那你怎么不怕我?还敢跟我坐同桌? 怕呀,林语精说,但是怕没用,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牺牲的,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天生就是那个要被命运灭带的幸运。 沈卷喝了一声,直起身来,没眼冷淡,没什么情绪。 李林一抖,下意识往后蹭了蹭。 沈卷看着林语精,不是,我虐待你了吗? 林语精摇了摇头,没有。 我对你不好? 沈卷问。 好,林语精语气真诚地说,你对我犹如春风般温暖,再没有第二个人对我这么好了。 李林。 沈卷。 没法聊了,这丫头说话太欺人了,就用她那张纯真无害的脸,小狐狸眼眨巴眨巴看着你,说出来的话让人火蹭蹭往上窜。 可是人家说错什么了吗? 骂你了吗? 没有。 人夸你呢,说你对人春风般温暖。 这会儿就发不出来,堵灾那就让人又无奈又好笑。 沈卷把手机往桌上一丢,啪哒一声,她眯起眼来,看着林语精。 李林闭上眼睛,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笑霸之怒,血雨腥风。 十秒钟后,一片平静。 李林睁开眼睛,看见笑霸无奈地叹了口气。 笑霸无奈地叹了口气。 笑霸竟然只是叹了口气,然后重新拿起手机来,跟没事人一样,问她。 这游戏的配件是自动装的。 李林都没反应过来,啊? 李林,啊,自动的,不过你可以自己换配件。 沈卷在摸上这个游戏五分钟后,拿到了第一个人头。 林语精跟她站在一块,都没看见人在哪儿。 李林还在旁边跟沈卷说, 哎你这把枪后座力大,我教你怎么压。 就看见她架枪往那一爬,砰,就是一枪爆了个头。 这一枪开门红,紧接着,这人就跟点了火的炮仗似的,砰砰砰砰一个接一个的爆。 进决赛圈的时候,JYZJBB人头都已经两位数了。 最后,他们拿了个红红火火的第一名,林语精这一路上都没开几枪,完全躺赢。 游戏结束,宋志明在教室另一头一跃而起,他坐靠窗那边的倒数第二排,和他的队友们完全是两个对角,看不见这边的情况。 我日大里,这野人有点强啊。 王者段位大佬吧,宋志明隔着个教室,朝李林高声喊道,赶紧加个好友,以后一起玩啊。 不过他这个ID是啥意思? 是最急把屌吗? 是吗? 行,这个B庄的我福气,是他牛逼。 李林 李林一脸一言难尽的表情,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位最急把屌,二十分钟前还在下载游戏。 他悄悄地看了一眼审券。 大佬侧身坐在那儿看着手机,神情漠然,李林仿佛看见了大佬脸上写满了随便杀杀就赢了这什么智障游戏好几把无聊这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但是也仅仅只是这样而已,他看起来甚至没有不耐烦之类的情绪。 李林又想起了刚刚,笑霸那声无奈的叹息。 他拿着手机埋下头,给宋志明发消息,你有没有觉得,神卷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而且好像还挺温柔的。 宋志明在教室另一头催促他,赶快加那个最急把屌好友抱大腿的呐喊,瞬间就没了。 他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谁温柔?你脑子有炮吧?神卷的耐心确实只能勉强支撑他打完这一局。 结束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卸载APP。 林雨晶也不想玩了,在这个枪与炮的世界里,他感受不到丝毫游戏的乐趣。 只有一种被漫漫凌迟的屈辱感,好像他是一个瞎子。 他再也不想碰这个游戏。 两人双双卸载了APP,在卸载之前林雨晶又看了一眼, 审卷还不忘把签名上那个一个低调的神射手换了,现在是随便杀杀就赢了。 林雨晶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没见过这么骚的人。 自习课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他转过头来,看着审卷。 审卷注意到他的视线,转过头来,微微低头,怎么了? 你就承认了吧,你肯定不是第一次玩。 林雨晶面无表情说。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大大方方承认了,枪不是第一次玩。 林雨晶想说我就知道。 你看你承认了吧? 反应了几秒,他觉得有哪里不对,啊? 泪一声。 喜欢玩这个? 审卷漫不经心说,喜欢哪天带你去玩真的? Y,日。 林雨晶脑子闪现两个大字。 他顿时就觉得自己曾经中二时期的, 自以为很社会的那些年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最严重的也只摸过棍子什么的。 现在审卷直接把冷兵器上升到热兵器了, 我们社会哥就是不一样。 审卷这个, 哪天一干子可能要知道八百年后了, 林雨晶隔天就把这事忘了, 见在眼前的是十一长假过后的月考。 高二开学以来的第一个月考, 林雨晶本来以为, 这个班的人就算再不爱学习,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临时抱佛脚的举动, 结果几天观察下来, 他发现学习的人好像还是那些, 班里中游的学生, 例如李林之流, 只是比之前会稍微认真一点写作业。 试班之所以没有老师, 愿意带, 最后临时拖了从没当过班主任的刘福江, 是有原因的。 虽然说, 除了竞赛班和一班实验班以外, 其他班级并没有按照成绩分班这么一说, 但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妙不可言的缘, 作为理科班里的最后一个班级, 整个年级的差生, 有三分之一都在试班。 这就导致了当刘福江拿了考场座位号名单的时候, 林雨晶发现, 倒数后面三个考场里, 他们班占了一半人。 所以大家还都挺高兴的, 考场里全是自己人, 想要做点啥这样那样的事儿就更方便了。 虽然林雨晶也不明白, 一个考场里的人水平也都差不多, 互相超能超出什么花来。 李林在倒数第三个考场, 看到考场名单的时候, 他一阵狂喜, 我操, 我上学期期末考, 发挥这么出色的吗? 我就说, 一般关键性的考试我从来都能超常发挥, 大赛行李林选手。 林雨晶, 以前一直读的实验班, 回回考试都在第一考场的林雨晶选手, 并不能理解他这种欣喜若狂。 他默默地转过头来, 一抬眼又对上审券的视线。 沈卷垂着眼, 沉默地看着他。 林雨晶又看了一眼座位表, 月考考场是按照高一最后一场期末考试成绩分的。 林雨晶没成绩, 沈卷是休学回来的, 也没有, 所以他们俩都在最后一个考场。 考试座位蛇行排列, 两个人并排最后一排, 左右挨着。 林雨晶总觉得在他的视线里读出了什么暗示的意思。 沈同学, 林雨晶斟酌着怎么说能显得委婉一点, 想了想慢吞吞说道, 考试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它也只是一个查缺不漏的步骤而已, 就, 还是要拿出自己的真实成绩, 这样才能知道哪里不足, 你说是不是? 沈卷没说话, 看着她的眼神很一言难尽, 像是看着一个傻子。 在小林老师的帮助下, 我觉得你物理至少能拿得四十分的, 林雨晶鼓励她, 加油! 林雨晶鼓励她,